《進行中術》 2016年一份 對發表在營養前緣上 25份研究進行的中術講到 亦生菌的多样性 从每周一日不食肉开始 一下子不食肉变化太大 身体也不会习惯 可以尝试慢慢地进行改变 比如一星期混一日不食肉 每日吃适当的水果蔬菜和豆 吃好早餐 我们可以将烟肉鸡蛋三文治 换成烟物水果 加低支牛奶 或者是全麦煎饼配坚果醬 也可以是豆腐、蘑菇和绿菜炒雜糕 多食蔬菜而非小食肉 在食物中增加水果和蔬菜之后 自然就会小食肉类 比如多食了一些花菜 很容易有饱腹感 可能就不想再食那么大一块牛扒了 家里可以常备豆腐 或者是天辈这些的豆制品 豆制品烘调的方法多样 有着非常接近肉类的香味 又能提供很好的蛋白质 可以说是最经典的肉类替代品 尝试小食多餐 给自己准备几样可以当零食的小菜 不是很饿的时候 不需要一定要吃正餐 自己挑选几个零食 配搭食饱就可以 将扁豆当肉末用 将扁豆放在蔬菜汤中炆煮 这样豆就更有味道 分成几份放在冰箱冻起来 需要的时候拿一份解冻 和其他食材一起煮 方便散时间 找一个也想开始减少肉食比例的伙伴 一起尝试改变食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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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